2008年,34岁的葡萄牙人周 Smith在伦敦创办了FarFetch一个卖衣服的网站,10年过去,2018年9月21日,FarFetch在纽交所挂台上市。 当天市值超过80亿美元,2018年9月21日,FarFetch在纽交所挂台上市FarFetch拥有3200个时尚品牌,遍及全球190个国家,相乃是股东之一。 一年多以前,中国公司京东已将近4亿美元,收购FarFetch近14%的股份,成为今天FarFetch最大的股东之一。 这笔投资,到今天增长了将近两百。FarFetch创始人周 Smith和京东投资01,怎样才能换进市场圈? 京东这几年展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多重路径,在自家大平台上开奢侈品器件店。 比如最近的瑞士民调宝齐来,从零起步做一个独立的奢侈品APP,包市张珠宝大牌开斯密独立店铺,京东的TOPLIFV上面已经有了巴黎世家,Mailberry,VITU,谢拉奇,等等等等。 这OPLIFV上有很多珠宝品牌线上旗舰店,还有意想不到的一招。 京东陆续投资了各路奢侈品电商,国际上有FarFetch国内投了唯品汇和四库。 这个九月京东出现在伦多尔,他们是石中州的常客。 这次来有两件事,一是支持三位才皇恒记的中,国设计举办时装先和镜太尔展,李小,陈世之和张桂山都是中国出生,在英国留学和创立品牌的,二是强化与英国时装协会BFC的合作,双方已经很熟了。 李小学生时大就以大轮廓糖果色编织,归交材剧的创意在伦敦时装设计圈子里引人注目。 这次大秀的主题是Ghost from Indian Ocean,灵感源于他在毛里求斯都教的经历。 Jowli,大秀以Ghost from Indian Ocean,为主题灵感来源于美丽静谧的岛国毛里求斯,陈世之今年只有26岁,却已经获得了很多重要时装设计奖项和提名。 在一座古老堂皇的建筑里,他素养流畅的棉纱编织设计,和教堂般的彩色玻璃相映成续。 这一季他的灵感来自19世纪美国诗人艾尼利·迪金森为主题,向女星力量致敬而张慧山和艺术家张月威合作, 一太空旅行为灵感的大秀,精心编排绸缎、薄纱,让人想起设计师早年在DL的高级定制的实习经历。 张慧山大秀以数字时代和空间穿梭,为主题,探索了未来主义的故事京东和国际时装周的来往速度很快。 三年前,设计师顾林、徐晓燕、唐阿丽和京东一起去了米兰时装周。 两年前,京东和张池、郭瑞廷等五位设计师参加纽约时装周。 去年9月,京东在纽约和华裔设计师林能平的品牌3.1Fillip Lane合作, 国内公众关注的是京东与中国设计师第一次次联手, 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京东与BFC和CFDA的结盟。 他们是英美时装圈行业协会般的组织,拥有宇宙大牌的尊重和支持, 更要打同全球各路时尚资源的能力。 每年两次的伦敦时装周、纽约时装周,就是由他们组织的, 而他们最关注的是本国品牌在国际上的发展。 BFC首席执行官Karlene Rush在伦敦时装周委上, 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提到, 京东可以帮助英国品牌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存在感。 他用了Footprint这个词,作为英国时装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这个世界的版图在他眼里是一时装标记的, 中国这么大,这么肥欧,必须将足迹运上去。 BFC英国时装协会, 主席兼英国奢侈品电商Fansage首席战略官Stephanie Phil, 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 京东商城时尚生活事业群总裁, 股胜利京东集团副总裁, 京东商城时尚生活事业群国际, 业务拓宅副总裁, 这OPLIFE业务负责人冰霞BFC英国时装协会, 首席执行官Caroline Rush, 同理,不论是CFDA还是LVMH, 开云集团, 谁会忽视一个在中国时尚奢侈品市场有影响力的角色? 2、017年, 京东成为了美国服装和鞋旅协会BAFA的会员, 京东正在融入时装圈子的话语体系, 这次合作的三位设计师, 在圈内受到认可, 但大众知名度尚未孵开, 找到他们需要专业的眼光, BFC运用专业的金融工具, 成熟的商业模式支持设计师, 这些理念在中国市场上在启蒙阶段, 京东已经摸清了这些规则, 分别在伦多和纽约赞助, 那两项专业的基金, 另外中国奢侈品市场有多重要, 被恩资询拔布报告称, 2017年全球奢侈品市场, 总销售额2620亿欧元, 其中有32%来自中国消费者, 谁都想去中国卖一副卖包, 不过通常只有那些奢侈品集团, 大公司才有能力飘扬过海去开店, 对大多数欧洲家族企业, 独立设计师来说, 中国只是一个旅行过几次的地方, 太遥远, 太复杂, 他们既没有开店的资金实力, 也搞不清楚市场规则, 位居敢挥之不去, 今天中国零售环境充满挑战, 尸体商铺分化严重, 核心商圈, 核心位置的便富贵的吓人, 想入住的品牌排长堆, 而大量处在空置中的商铺又缺乏客流, 做不住生意, 至于线商店铺, 流量已经非常昂贵, 品牌需要找到聪明的方式, 才能在中国淘金成功, 当手握大流量的京东出现在伦多尔, 时装圈人人都愿意来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BFCVFF基金2015年的获奖者 Mary Cartoon 去年, 京东赞助为BFCVFF基金, 2015年的获奖者Mary Cartoon 他是希腊人, 在伦敦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京东为品牌再次在独立奢侈品品牌TOPLIFE上开的品牌线上旗舰店, Mary Cartoon 将色彩大胆排列, 爱用一花, 在伦敦大放一彩, 不过, 他是2008年, 才从中央圣马丁毕业的, 他的小品牌可能还要努力很多年, 才可能有实力进中国开店, 短短一年多, 京东为印花女王完成了全套的辅导工作, 如今中国消费者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买他的裙子, 今年京东还在首页为TOPLIFE开屁了通道, 导流过去, 这样, 京东也为TOPLIFE网络了一个美丽品牌, 独一无二, 你可以在TOPLIFE上买到Mary Cartoon 创到伦敦时装学, 不是有钱就可以办到的, 京东手里有什么筹码, 换句话说, 京东有什么是英国人想要的, 用户数量3亿, 覆盖率, 渗透率, 从一线到四五线城市, 从银海到边纯, 紫介物流, 大数据, 用户画像和精准定位, 对于希望强化英国品牌在中国足迹的BFC来说, 每一项都很性感, 都是他们想要的, 京东努力将中国品牌送到国外, 将国际品牌带进中国, 投资雷品汇, 四库和Barfetch从资本层面, 将出角编辑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零三金, 天, 中国女孩如果喜欢印花, 其可以去的中国有不少店铺, 加大业大的ETO, 也可以在TOPLIFE上, 一件件朝韩英国的小众设计师品牌MerryCutron 2, 下单, 等待白手套的金尊达先生上门, 北山广深和成都最快一天就能收到, 国内大部分城市最多需要三天, 京东物流是自家的, 人人都知道他们这方面很厉害, 张会山大秀以数字时代和空间穿梭, 为主题, 探索了未来主义的故事 不过最近几年, 京东的高管们喜欢谈的概念叫无解零售, 这是一个有点刻画的画面, 我们知道, 京东, Farfit这样的公司一开始是电商, 后来在RT技术上突飞猛进,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人工智能等等技术他们都去研究, 有些技术可以用在零售上, 而有些则非常超前, 看不到应用前景, 如果你想做一个大公司, 就要有很远的远见, Merry 不论你是在上海, 轮多还是毛里求私, 不论你是在自家的沙发上, 通勤的地鞋上, 还是度假时的海滩上, 不论你是在工作中突然需要去听设备, 还是在和孩子玩耍使用完了尿布, 京东希望更了解消费者, 同样努力让品牌商获得更大价值, 通过技术提高效率, 节约成本, 让制造业, 零售业, 以及相关的各个角色都有立刻图, 真是一个大大的想法, 牵涉到无数参与者, 可能还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京东手握筹码厂单国际时装圈, 只是这个无界零售, 版图上的一块拼图, 靠情怀, 靠单纯杂权都不会成功, 懂得自己的优势, 为合作伙伴创造价值, 这条路才有机会走通, and 卢西采访手机。